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麦当劳起源自1940年的美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速食连锁店 全球有快4万多家餐厅 甚至连英国女王都拥有一间麦当劳 据说女王在年轻时 曾经半夜肚子饿到受不了 偷偷开车跑去麦当劳吃宵夜 关于麦当劳的都市传说 网路上流传着许多 那迷上影就来讲讲 三个感觉比较诡异的 曾在麦当劳打工 被称为麦当劳女神的许微涵 分享她同事遇到的联谊经验 这名同事主要是上大夜班 通常时间越晚 冷就越少 那时大概凌晨1点快2点左右 来了一名警察 脸色看起来很疲倦 似乎是刚出完前下班 当远警在柜台点完餐 她准备收钱时 碰到远警的手 发现对方的手怎么冰冰凉凉的 虽然当下感到奇怪 但想说可能是知情太累导致的 也就没放在心上 继续帮其他客人点餐 经过一段时间后 她觉得有点诡异 远警怎么从2点进来后 到现在已经快5点多了 都还没吃完离开 疑惑的她就好奇地走到用餐区查看 结果发现用餐区没有半个人 隔天她跟同事分享这件事 在描述消失远警的长相后 有名资深同事惊觉地说 那个人是30年前 在这里发生爆炸案 意外上面的远警 当她这样一说 所有人立刻全身起鸡皮疙瘩 而撞鬼的那位同事 更是被吓到跑去收紧 1992年4月28号 发生轰动全台湾的爆炸案 凶手陈希杰跟潘哲敏 跑到台北名声店的麦当劳 偷偷在厕所天花板上 放置水银炸弹 然后打电话 向麦当劳勒索 要求支付600万 但是麦当劳总经理 孙大伟召开记者会 表示拒付并报警处理 接获报案的远警 在麦当劳厕所的天花板上发现 确实有个茶叶罐 上面写着物动炸弹 于是远警赶紧疏散客人 派出防暴小组来处理 当时连警24岁的杨继张 因为知任自己是值班人员 所以就自告奋勇 穿上防暴衣去拆炸弹 没想到当他猜到一半 突然大叫一声队长后 厕所就爆炸了 杨继张整个被爆炸的冲击波 炸到厕所门外 当队长刘映中冲进现场后 只看到他双手被炸烂 嘴巴还狂吐着血 看到这情况让队长崩溃的狂叫救护车 但最后还是来不及 和杨继张也是钟列池第一个陆事的警察 也是因为他的原因 后来才敢用机械手臂处理爆裂物 大家还记得麦当劳叔叔吗 以前常在广告上跟店门口看到他 他给人的感觉总是带来欢笑 这让很多小朋友都抢着跟麦当劳叔叔合照 但这几年 你有没有发现 已经很少在看到麦当劳叔叔了 台湾是因为棋楼不能放障碍物 但国外却是因为 2016年 美国南加州发生可怕的小丑事件 当时在网路上出现名为 小丑帮的黑暗组织 他们在网路上试出放话 说要在路上绑架儿童并且杀害 一开始大家都只觉得是在搞笑 但之后就开始在全美各地 传出有穿着小丑服装的人 在路上随机吓人 更有民众报案说 散步时遇到小丑恐吓取材 甚至有人看到小丑潜伏在住家公寓附近 试图诱拐儿童进入森林 报案者表示 这名小丑还对他儿子说 小弟弟过来啊 有糖果吃啊 搞到后来 有一些图谋不轨的人 干脆扮成小丑模样抢劫 而小丑也逐渐在全球各地蔓延开来 在英国、澳洲、德国等各地 都陆续传出小丑吓人事件 在德国 有名小丑拿球棒打伤人 甚至还有拿电锯出来吓人的小丑 比较搞笑的是 有名小丑拿锤子要攻击小男孩 结果反被对方用小刀刺到送医 发生的事件可说是多到说不完 那连被称为邪恶小丑之年也不为过 虽然装扮成小丑本身并不犯法 但也因为这些事件 让许多学校都下令 禁止装扮成小丑 而小丑本来是带来欢乐的正面形象 被搞到变成负面形象 这也导致麦当劳叔叔开始变得低调 到后来就很少看到他 出现在荧光幕前了 半夜送外送 除了本身是件辛苦的工作外 也常遇到一些怪事 在香港有名麦当劳外送员 分享他遇到的诡异暗示 时间是在2018年7月7号 当时他在九龙某家麦当劳工作 在晚上快12点时 接到一份外送订单 结果在备注栏上看到 写说此地此大楼有灵体 经过房烟门跟后楼梯时 不要乱看 提醒外送员 最好佩戴护身符 然后练否定 避免日后遭遇麻烦 在半夜这个时间 看到这诡异东西 让这名外送员 不知该如何是好 于是他上网问大家 网友们一看到 这份诡异订单 就立刻开始热烈讨论 有人说 会不会根本没人叫外卖 送去的地方 会不会没人住啊 也有人觉得 这应该只是一场恶作剧吧 还有人则是认为 信的人就信 不信的人 就不要理会 有名网友 因为太好奇 就依照这地址 去搜查 结果查出 这栋位于九龙的 屏望楼 是一栋 常发生自杀事件的凶宅 不只有人烧探 还有人上吊 跟跳楼 几乎所有自杀方式 都有人尝试过 或许 这名叫外送的住户 只是想要好心提醒 但是 在半夜 要去送餐时 突然看到 这怪东西 难免 还是会毛毛的 说到外送怪事 米上瘾是有名送外送的朋友 曾听他说过 比较扯的 恶作剧 就是送去的地方 根本没人住 是一栋废墟 本集故事已说完 感谢大家的收听 祝各位 今晚有个好梦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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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